标题 运筹帷幄的人杰张良 大纲 引言 介绍张良是中国古代的政治家和军事家 他在历史上被誉为运筹帷幄之中 决胜千里之外的人杰 主体 描述张良的生平和成就 包括他的出身背景 才华横溢 以及在汉初的政治活动 探讨张良在政治和军事上的才能 如他为汉高祖刘邦提供制谋和建议 帮助刘邦建立了汉朝的基业 分析张良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以及他对后世的启示和意义 结论 总结张良的伟大贡献和政治才能 强调他作为运筹帷幄之中的人杰 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 完整作文 运筹帷幄的人杰张良 张良 是中国古代的政治家和军事家 他在历史上被誉为运筹帷幄之中 决胜千里之外的人杰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位伟大的政治家 张良出身于一个书香门第的家庭 自幼聪明伶俐 有着过人的才华 他深谙兵法和政治理论 精通谋略和策略 被誉为智慧过人的谋士 在汉初时期 他成为了汉高祖刘邦的重要顾问和助手 为刘邦提供了智慧和建议 帮助刘邦建立了汉朝的基业 张良在政治和军事上展现出了非凡的才能 他精于谋略 善于运筹帷幄 为刘邦提供了许多重要的军事计划和政治建议 帮助刘邦在战争中取得了胜利 最终建立了汉朝的统治 他的智慧和胆识为汉朝的发展和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 在中国历史上 张良被视为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和军事家 他的贡献和影响深远而广泛 他的智慧和胆识为后世政治家和军事家所钦佩和学习 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的一座封碑 他的故事激励着人们不断进取 努力奋斗 为国家的繁荣和人民的幸福贡献自己的力量 总的来说 张良作为一个运筹帷幄之中的人杰 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 他的智慧和胆识为汉朝的兴起和发展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为后世政治家和军事家树立了榜样 让我们铭记他的伟大 继承他的精神 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